这个许志安出轨这个事情 几乎所有人都唾弃 他跟小三黄欣盈 对不对 跟这个女生 然后呢 郑秀文 则被大家认为是 最可怜的郑公 而且演唱会 马上就要开了 就是啊 那压力很大 又要训练体力 又要排练 心情又沮丧 把郑公 把郑公可怜的戏都做 都做足了 可是事后 现在有人曝光了 说郑秀文其实 是花钱请了 计程车司机抓奸 160万买通 司机俩高 真的有这个事吗 他的意思是说 郑秀文跟许志安 两个人在一起 二十几年 接近三十年 这个人打一个喷嚏 他应该就知道 他要干嘛了 他会不知道 他在外面偷吃吗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许志安喜欢上 比他年纪小很多的 黄欣盈 许志安跟黄欣盈呢 经常在公开场合 眉来眼去 香港有一个慈善晚会 许志安可以跟黄欣盈 公然手牵手唱情歌 那香港媒体的报导 意思是说 其实郑秀文 早就闻到了 他老公有问题 那通常大老婆是这样 我会给你一次机会 就一次 所以各位记不记得 当时郑秀文 突然po了一个影片是 他有一天 因为他也认识黄欣盈 他有一天就打电话 给黄欣盈说 我们一起去健身房啊 所以记不记得那个影片 对 郑秀文穿了一个T恤 在那边踩脚踏车 后面是黄欣盈 也在那边运动 拍这个影片的是谁 是郑秀文 然后两个人 要好的不得了 运动啊 然后郑秀文 又很开心 说跟闺蜜运动 那个影片呢 根据媒体这个就铺陈 就是说 其实当时郑秀文已经知道 有问题了 跟我老公有问题 有问题了 所以他还能 那我把你带来 他只是先搜证据 先抓材料 还有 还有 是瞎战书 我已经知道了 你这狐狸精 你狐狸尾巴我都看到了 我现在是给你警告 有一些大老婆 知道这个闺蜜 应该是偷吃老公的时候 会突然约到 他的闺蜜就完 谈或干嘛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 观察你 你最好是 直接跟我坦白重宽 要不然死都难看 或者是说 我们变好朋友以后 你不要再跟我老公 对 就先用软的 结果那个影片拍完之后 他发现这个人 这两个人 似乎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 老公没来跟我坦白 小三也没来跟我坦白 也没有要 我就看你们要怎样 但是我觉得 接下来媒体的意思是说 这就好像是花了 四十万港币 也就是台币一百六十万 买通的计程车司机 这一段我保留 为什么 因为叫计程车是随机的 对 就算叫Uber 也是随机的 你哪知道 你老公跟黄欣颖 会去叫了这一辆 但有一个可能是 他已经知道 你们两个有问题 所以我有这个影片了 就是我们一起健身的影片 再来 这个计程车司机呢 因为他车上有很多的 那个密录器嘛 监视器 当他第一时间拍到了 许志安 黄欣颖 滚来滚去像麻花 好 吻在一起那个影片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呢 他是想卖给许志安 对啊 你们以前 没错 你们以前带狗仔队 会碰到很多不同代位 来兜售 因为这赚钱啊 兜售影片的 好 问题是他卖给许志安 开了一个天价 许志安不买 不买之后呢 这个司机我认为 有可能他第二个兜售的对象 一定是谁 郑秀文 你买不买 有些人更恶劣是两边都卖哦 有什么差哦 扣给你就好了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他卖给郑秀文说 我们必须讲说 因为我们边缘没有证据 有可能是跟他兜售的时候 他没有买 或者是他买了 但是希望他卖给媒体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只能说有可能 但是郑秀文 可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知道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高 为什么 因为第一时间有人讲说 这是小三为了博上位 所以去故意叫狗仔牌派 不可能你知道 小三在这件事情上 下地狱了 有谁会那么傻 对不对 他也不是在图 那个许志安有繁衍能力 我认为应该不是 而且盛秀文跟许志安 交往很久不是吗 对 所以有可能是大老婆已经知道 他想整个掌控 以避免失控 那再来 我们必须讲 有些商业利益 土龄哥刚刚讲了 好奇怪哦 什么呢 很多哦 女艺人啊 她的另一半偷吃的时间 都是女艺人要发片 电影要上映 要开演唱 要开演唱 对之前 这我无解 这我无解 你不觉得吗 对对对 马姐这就要问你 你知道了 有的时候 对我常 对你这样 你这样一说 我就反应过来 你说你说你说 演艺圈老司机 你说 对 不过了 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讲 也不要把艺人想得那么坏 对对对 我觉得森米也不完全都是 如果都是他控制 这太可怕 不可能 这当中包括介绍车司机 他还不可能买头 但是 有可能 有可能你刚才说的 但是有可能怎样 你知道就是顺水推舟了 对 就是借力实力了 所以老志为什么不一样看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如果你要想 我要用这种事情 去推荐我的电影跟演唱会 也太财了 很难看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是为了推荐 那这个黄欣盈不是很 所以黄欣盈后来 香港待不下去了 然后美国 整个人都毁了 小三现在下场怎么样 又去叼一个四百亿的富商 真的 真的 对 后来变成地表最强小三 那所以 郑鲜文还成了她的贵人了 对不对 而且她本来不是也有男朋友 还是老公 后来分手了 叫马国民嘛 对 对 后来分手了嘛 对 你看她的人生也变得很惨 如果只是为了宣传 演唱会票房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电影慢个人 也算圆满的结局了 对 所以差不多几乎三赢了 没有 对 只有许志安没有赢了 对不对 许志安如果是为了她老婆 她也没输啊 是 哈哈哈 啊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都 全拿 智慧 全拿 智慧 皆大欢喜 这种大老婆 我真的是全拿 我没有鼓励她 你看你都给她 她的操作手法的确是 让 太厉害了 让老公又回来 然后 所以真的碰到事情要冷静 对 要先想 人家小三换了一个金主 四百亿身家 不是更好 对不对 对啊 哦 圆满圆满 他打紧了 你刚才在拜什么 没有啊 啊 人生就是这样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